到了今天你为了列赞权位 想来想去你想用的人 全部都是因戏 那我们从这一点就可以知道 蔡英文的败选是有她的原因 也有她的渊源 各位观众大家好 我是有话直说的主讲人张有话 我们谈到了民进党在败选以后 蔡英文的审议 我在网路平台跟视频上面都说过这个问题 她为什么她要审议 那现在台湾民意基金会 我的朋友游一龙做的民调显示 蔡英文的满意度 44个月以来首度降到了37.5 就是证明台湾的选民 对于蔡英文的审议 极不谅解 蔡英文44个月以来 民调降到了37.5 那我们可以说 配合苏内阁的不满意程度是 是53.5 我们就可以看到蔡苏体制 已经进入到了一个拉紧包的时期 蔡英文的民调 她为什么她会那么低 44个月以来的创新低 37.5 以后想要回生是非常 非常的困难 她原因大概是有三个 这一次败选的检讨 请问一下 有检讨蔡英文吗 蔡律渝的父亲英希 立委的父亲蔡喜芳老先生 蔡喜芳老先生就讲了 叫蔡英文放手 截至目前为止 在隔魁这件事情上 她还是不放手 那其次第二个 就是我也在网路平台跟视频上面 写过跟说过 就一起来讲 是你蔡英文下令 兵役制度是要延长到一年 甚至于两年 这个是因为你接收到了美国的讯息 在美国的压力之下 你不得不这样子做 况且选完就要公告 那你为什么你拖了那么久 那主要就是说 赖清德那有意见 那换句话说 蔡英文就是甩锅嘛 就是认为说什么 因为赖清德有意见 所以呢 我叫他们在研究研究 自己好像自身是外 那事实上是你下达的命令 你就应该去终结这个命令 而不是说别人跟你怎么讲 那你就说那个人反对 那过去大家反对蔡英文的时候 那你怎么没有推脱拉 为什么等你败选就开始推脱拉 这是第二个 那第三个 就是蔡英文截至目前为止 各位有没有发现 截至目前为止 到现在为止 他还没有出来讲一句 道歉 我选输了 他说只要民进党选输 世界怎么看台湾 这句话是他讲的 不是我说的 票投民进党就是支持蔡英文 那现在大家不支持了 你是不是还是要出来 对你的基本盘三聚工 谢谢他们的支持 你也要有个谢票的动作 毕竟是在风雨飘摇中 这些基本盘还是支持你的 蔡大主席 他还是支持你的 所以我们可以看得出来 就是说蔡英文这个人 胜选得意嚣张 对于在野党派毫不尊重 那你败选神尹 他还是检讨战犯 那检讨来检讨去 就是不检讨自己 检讨的是王世坚 是高家瑜 讲了哪一些话 是侧欲网军帮倒忙 等等这一些 那你就是不讲自己 第一个 你没收了民进党的权力机构 第二个你没收的出选 那你第三个 你还是要没收 这些新民意当选的县市场 他们的选举 那请问台湾老百姓服吗 我们讲呢 愿赌服输嘛 输了就认 这个就是说 一般人都要有这个气度嘛 可是告诉各位 蔡英文截至目前为止 他还是不认 那他所谓的不认 就是用神隐的方式 然后他现在 他还是在那边讲 我们是有一个美好的未来 我们可以开创 对不起 你的任期只剩下快要一年 一年半 你的任期只有一年半 你还能做什么 现在新民意已经告诉你 你全面性的崩盘 你还赖着不走 你还赖着掌权 那我们只可以说 就是民进党会走到这一步 如果不去检讨蔡英文 你光谈苏贞昌改主内阁 没有用 真正的关键 就是说各位有没有发现 无论是格魁的更换 或者是一些部会单位的首长的就职 各位有没有发现 他选来选去 他还是选英系 就是说非常奇怪 他没有一个开创的格局 但是他想来想去 他还选来选去 他还是选英系 请问陈建仁不是英系 郑文灿 郑文灿是东宫太子 那就不用说了 还有一个 顾力雄难道不是英系吗 到了今天 你为了恋战权威 想来想去 你想用的人 全部都是英系 那我们从这一点就可以知道 蔡英文的败选 是有他的原因 也有他的渊源 我也说过 10月5号我就说 民进党崩溃论 因为我是从蔡英文身上 的确看到了民进党的崩溃 комна子 躁门 艋 亭 是 忍 美 粉